故事具有影响力,各行各业都需要说故事 为了培养学生说故事的能力 世新大学新成立数位叙事中心 统合教学资源,激荡出更多想法与创意 发挥传播人用声音、影像、照片说故事的能力 我们成立这个数位叙事中心呢 它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结合我们全校所有的资源 特别是传播学院这个资源 那么所谓的叙事呢,也就是说故事 其实呢,在说故事能力上面 世新在这个主题上已经耕耘了60多年 所以我们希望也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学校所有跟这个说故事有关的资源整合起来 那不只是只有传播学院的各个科系的老师跟学生而已 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个人文社会学院、法学院 还有我们管理学院的同学以及老师们 在能够扩增这个说故事主题上面 也能够有所互相交流 那希望能够把世新这个说故事的能力呢 让更多人知道也能够走出校园 跟业界呢,还有这个政府的这个机关 他们的这个需求上面做一点连结 那我们的学校里面除了数位摄影跟输出中心之外 我们最近成立一个数位叙事中心 准备说故事 让学生知道你广告说故事 你的那个电影要说故事 你的节目新闻纪录片都要说故事 你的图文照片也要说故事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数位叙事中心的成立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发挥世新大学的最大的强项 因为学生跟老师 我们嘴巴能说 手能够写 相片都能够拍 那影像有可能录 然后后置又可以做动画 这个高游戏 这些其实都是工具 都是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 很好的叙事能力的话 这些工具所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僵化 它就没有温度 没有感情 所以我们特别成立一个数位叙事中心出来 新成立的数位叙事中心 还规划了多间会议室与电脑教室 除了培养各项传播技能 也鼓励学生彼此交流 并且透过各种教学活动 工作方激荡出更多的创意火花 我们是整合目前学校所有现有的设施 像我们的全媒体中心 以及我们的LVS智能棚里的设备 也都是在我们叙事中心有专案 或者是同学有作业需求的时候 都可以加以配合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原有的广电系的 现有的摄影棚 还有口传系的直播设备 以及甚至我们树莓系的游戏制作的 这种各种的软体 也都算是在我们数位叙事中心里面 可以被整合 可以被运用的资源 我们现在初阶段的规划是要把学校所有的课程跟 说故事跟叙事这个主题有直接相关课程的老师 整合在一起 我们希望能够更专注的能够朝这个说故事的 不管是它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今天要说好一个故事 要注意到哪一些细节 以及在产制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到的这个实际在操作 以及使用器材上面 有哪一些必要的能力 我们的学生应该在产制这个影音作品的时候 应该知道的 以及甚至呢 未来他们这个作品能够带到走出校园 能够变成一个IP产品的时候 要关注的这些法律的问题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学生们知道 所以我们除了叙事内容的这个课程之外 我们在产制上面 在技术类的上面的课程 我们也希望让同学能够跨领域的涉略 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他现在主修科系 可以学到的这些能力 他也可以跨系所去选修这个相关的课程 那所以是叙事中心这个成立呢 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虽然我们还没有对外开幕 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产业 已经跟我们结合起来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办很多的 数位叙事的工作坊 那我们也会做一些 数位叙事的一些产业的合作 那么希望能够 比如说我们要编一些剧本 那这些剧本呢 我们已经开始在发展 那配合我们学校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智能设置基地 这个基地LED的棚 这个成立 那我们可以这边有创意 有想法 然后把故事说好 然后那边就可以产制出来 那我相信这一个一条龙的一个 一个一个做法 对于我们未来 对学生在课程的培养 那么甚至于我们在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教学活动 就可以增加很多 那么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诗音大学是一个理论跟实物并重 所以因此呢 我们要理论之外 怎么让我们这个理论化成这种 可以做着出来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像这两个中心 这个摄影跟这个输出中心 那另外一个呢 是数位叙事中心 这两个中心 确实是我们可以 未来可以更发挥 这个更多的一些空间的地方 在瞬息万变的传播世界 世新大学在软硬体上与时俱进 就是要让每一位世新学子 都能是有创意 能实践 又能符合市场需求的全方位人才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